我想一下 那其實我下一場一次 我這場先打完,再試那期 不要急啊 你先打完,再試一會 我先攻擊,你先攻擊 誤選擇 我先攻擊,你先攻擊 我先攻擊,你先攻擊 好 水源龍的話 機友也可以啊 留個新豬 好 這樣子 這邊我就不開亞伯瀚了 直接 開龍科 我相信 亞伯瀚 我們號稱水隊最強隊長 應該可以過吧 水隊最強隊長 水隊最強隊長 有有有有有 果然是水隊最強隊長 這邊的話先打死左邊的錢 這水 血有點硬欸 這水 血有點硬欸 這樣應該可以把左邊那一隻打死 兩組水珠 OK 噢 噢 好我們這邊來到 這個比較危險的地方齁 900多萬的血 一回合要帶走 900多萬的話開一隻亞伯瀚 跟機器 應該是沒問題 噢 這樣是一定沒問題的 好 那 就來到這個 地方就是我們狂魔發揮的時候 把它變回原 原始福祉 帥 真的帥 這邊只要你不要手殘 就可以過了 而且整版兼具喔 非常強 你看這個身上 單開狂魔一隻打了 快兩百萬 已經超過兩百萬了 因為他還有防禦 所以我覺得狂魔 跟你們說值得練就是 他真的很強 900萬 噢 關羽快跳了齁 關羽快跳了 等一下開關羽 加龍科 就夠了 所以這邊第一條血先 穩穩過 好不好 欸 沒有轉好 沒轉好 幹 欸結果可以磨欸 不是吧 啊這可以磨 它不是會燃燒嗎 沒有燃燒 沒有燃燒 沒有燃燒欸 嗯 喔因為我那個把它的隱身盾炸掉了 它在隱身時間 欸才會 喔那這邊的話 可能就這樣吧 然後再加亞武漢 其實我覺得 炸9000嘛對不對 炸9000 還是天降一組 先加亞武漢 好 這樣子應該是 2500萬應該沒問題 吧 OK 水隊 不帶仙女的話 這樣打 所以你只要 帶基友 或者是什麼 動技的 可以把他的第一 王一把他 那個盾炸掉 他他就 其實你回復力夠的話 他打一萬二而已 其實都 都可以在那邊磨 在王一磨 好這樣子就 解完 35成就了 這個是雙成就隊伍 咳 咳 咳